豆角富含蛋白质,胡萝卜素,营养价值高,吃起来最终带欲软,深受广大吃货的喜爱,中医认为豆角为甘性瓶,具有虚除湿气,调理脾胃,不甚至些意气增进的功效,对脾胃剧弱,食欲不振的人再合适不过了。 而且研究显示,豆角的蛋白质含量要比一般的蔬菜高得多,其含有的各种维生素和化物质,也是十分的丰富,所以被人们称为蔬菜中的肉类,平常大家都是拿豆角切断来炒肉吃,这样炒出来的味道也是很美味,可还有个做法比这好吃十倍,那就是把豆角切丁了,和肉末一起炒出来的口感脆了爽口,超级下巴, 让你比平时多吃两碗米饭,这不,我今天就做了一大盘肉末豆角炒肉,这刚上桌,老公就迫不及待的端着碗开吃了,最后都把米饭吃完了,开始抱怨我饭煮的不够,只能怪这肉末炒豆角太好吃了,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道下饭菜的做法吧,肉末炒豆角,准备好食材,豆角一把,猪肉300克,小红椒8克, 蒜米自立,食盐一勺,白糖一勺,生抽一勺,淀粉一勺 一,把猪肉洗净后切碎倒入碗里,放入一勺淀粉,一勺白糖,一勺生抽搅拌均匀,腌制十分钟 二,把蒜米去掉外皮后切碎,小红椒洗净后切碎 三,豆角洗净后切丁 四,在平底锅里倒入适量的花生油,小火烧热后,把腌制好的猪肉碎翻炒香,然后盛出备用 五,重启锅,在锅里倒入适量的花生油,小火烧热,把蒜米和小红椒倒入爆香 六,把豆角丁倒进去大火翻炒三分钟,把豆角丁炒软 七,放入一勺盐调味,翻炒均匀 八,接着倒入小半碗水淀粉,翻炒收汁,倒入水淀粉炒出来的豆角更香嫩,看起来也更诱人 九,出锅之前,把猪肉碎倒进去一起翻炒均匀,出锅装盘,一盘色香俱全的下半家常菜就做好了 豆角和肉末都切碎了,吃起来更下饭,只刚一上桌,老公就迫不及待的端上一碗米饭开吃了 这三下午除二的功夫,他就吃掉了大半碟,准备去剩饭的时候不小心,发现锅里的饭没了 然后竟然开始和我抱怨起来,饭煮的不够了,不是饭不够吃,只能怪这盘肉末炒豆角实在太下饭了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